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点赞关注加转发 一键三菱的朋友 可以免费执行我任何问题 不收任何费用 前往都可以找得到三菱小胖哥 去了山东三天 急急忙忙赶回来了 我已经赶回来的 我出去干嘛了 汽车招商的小哥哥 喊我过去开一个招商会 名义上是给我搞了一个承办的 实际上我是过去学习的 因为我这边还没有搞过招商会 官方服务商 别看我 平时讲视频这么溜 还真的不行 京东招商会主要是讲什么 招商会主要是讲 怎么样运营好一个京东店铺 以及怎么样去入住 京东店铺的一个流程 那么入住的流程 本来是由我来讲的 但是我这个人有点怯惨 非常紧张 结果没讲几句 我把昨天就是招商会 遇到了京东入住的问题 再跟大家梳理一下 首先在入住的时候 有一些商家他不知道 就是现在入住京东企业店铺 有不同的营业执照 入京东入住企业店铺呢 现在有两种执照类型 一种呢是公司的执照 这个是有限公司的 大家都知道 还有一种是刚出来的 各读的执照 它的名字就叫个人独资 它后面就不是有限公司 它的名字呢 看起来可以像是那个个体的 但是又包含了企业的一个性质 入住汽车用品 开店注册资金 目前像汽车用品这一块 它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说这个执照的一个类型问题 大家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 选择各读的会比较方便 没有做上那么多繁琐的一个细节 等于它都是小微企业的一个执照 第二个是关于入住的时候 它的一个商标问题 一般我们都知道 12类它是汽车用品的一个标 那如果你想做车载电器 它还需要一个9类的商标 如果你想做美容清洗 它可能还需要一个21类的商标 汽车用品里面它包含了很多的一个商标 商标这一块呢 也是要注意一下 用不同的商标是开不同的一个店铺 第三个不管是执照 还是商标的一个经营范围 它都是卡得非常的烟 首先先讲一下执照的经营范围 你执照必须得包含了汽车用品 才能去入住 现在呢有一个比较新的类型 就是你不包含汽车用品 但是也要包含互联网销售 这一个必须你得包含 不然的话就京东没有办法去入住 很多朋友问我 没有经营范围可以入住吗 这个是不行的 再来商标 你商标范围里面 比如说你12类里面 你必须得有汽车用品 汽车装饰 9类 你必须得有什么充电器 车载电器 这个你才可以入住京东 商标的一个经营范围 也是非常的一个重要 最后一个就是入住的时候 还是需要自检报告 这个京东入住的时候 需要一个产品的自检报告 这个自检报告就比较重要了 一般像自检报告 就是把你的产品寄到不同的机构去自检 然后出了一份报告 当然现在也有不用出自检 不用寄产品的一个报告 我这边就可以 把这些东西资料准备好了 再去入住 那昨天我觉得我自己蛮紧张 没有讲好 回来我也把这个梳理一下 把它讲出来 如果说对京东入住有什么不懂 可以联系我